有非常多 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相关的点集 也欢迎各位多加利用 这次我们特别安排数数专题 希望透过六场的讲座 我们邀请国内的学者专家 都是专心在数数文化研究的 这些教授们 透过他们的导读 来对于不管是堪语 不管是风水 不管是 不晓得会不会有人讲到面相 蘑菇等等 因为它事实上涵盖的范围 相当相当的广 那点集里面呢 也记载了非常多的数数名家 以及在长民生活当中的 一些习俗 因为就华人世界来讲 数数跟长民的生活 事实上呢 有很多的 应该是离不开吧 比如说从出生 取名字的时候 看你的生成八字 是和什么样的名字 然后结婚的时候 要选日子啦 或者是你的对象啦 好像父母亲也要去算过 看看是不是八字符合啦 或者是买房子啦 甚至有人呢 求官或者是想要算一下 这辈子有没有做官的命 有没有当总统的命啦 甚至到了死的时候 有关于坟地啦等等 也牵涉到风水 所以从出生到 我们死亡这个过程当中呢 事实上 堪与数数跟我们的长民生活 事实上是 都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也影响 华人世界里头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文化非常的深远 所以国图呢 希望借由这一期 这样的一个六场讲座的安排 透过老师的导读 让有兴趣的朋友 或者是过去 可能对这方面比较不了解 或没有涉猎 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典古籍 透过老师讲座的导读 对于这些数数文化 有一些认识 我们做这样的安排 那秋季阅读讲座呢 我们一样今年 也是得到柯林公司的支持 那柯林公司今天 有代表黄晓如小姐在现场 柯林研发公司呢 是全球半导体 排名前三 前两名的公司 那对于 这个半导体的制造产业 事实上贡献非常大 在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上面 那他们的老板也很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讲座的支持呢 一方面呢 能够彰显科技公司 在人类文化方面的一个影响 以及希望能够带动更多人 在文化素养上面呢 能够有更多的培养 更多的认识 跟更多的了解 好 那我们今天第一场讲座 我们要特别邀请到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张泽嘉教授 我们先给张教授一个热烈的掌声 感谢他在星期六的下午 应该是他的假日 抽空来为我们进行这一场的讲座 那张教授呢 他自己的研究是在中国医疗史 在东亚科技史 他的博士学位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亚洲籍中东研究研究所 他拿到博士学位 所以在中国医疗史跟东亚科技研究上面呢 科技史方面呢 有非常专心的研究 那他在学术研究上面的成果 成绩也是非常斐然 得过非常多的学术的奖项 譬如说国际学会的 学术论文的奖项 那另外呢 也得过美国 英国 日本 德国的研究奖著 我大概没有看过一位教授 有这么多国家 就表示说 他要去英国 德国 美国 日本 要去做 做研究 得到讲助 那就代表说 他的语文的能力是多方面的 那他刚刚告诉我说 他最近在学满文 因为研究的需要 所以 他在研究领域方面呢 有很多的涉猎 那事实上呢 研究的成绩非常的 专心 成绩非常的斐然 那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翻译与调试 2000年来西洋 占心树的 入华与汉化 那用这一场来作为这一季的开场 那我们在演讲之后呢 也会有QA的时间 另外呢 也有一样会有好书抽出来 要赠送给现场的朋友 那很高兴各位今天来参与 我们本来还在想说 今天要不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一点到三点关 后来发现说 哇这个场地如果关冷气 大概都坐不住 因为是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 所以我们今天 就大方的享受国土的冷气 当然最重要是 张教授的精彩的演讲 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张教授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他 好 谢谢 我赶快把这只猫给藏起来 好 大家好 今天 好 正常了 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到国家图书馆来 跟各位分享我过去几年的研究成果 那首先我要感谢 曾淑贤馆馆长 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同时呢 也非常谢谢各位 在座的听众呢 也愿意在这个大热天跑过来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 进行这个知识的饗宴 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每天早上一起床 打开电视新闻 你就会看到 不断在播放 今天什么做会怎么样 什么做会怎么样 大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高兴 每天就跟着他做 也可能有些人觉得很烦 可是我想不管你是高兴 还是烦 应该都是会觉得说 这个西洋占星术 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每天跟着他这个作息 其实好像是蛮顺的 这个并没有什么样子的困难 可是事实上呢 这个西洋占星术 之所以我们今天会觉得很顺 是有很多历史条件改变以后所造成的 好比说 现在我们的历法 跟西洋的历法 基本上是一致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我们整个生活运作方式 也越来越跟西洋一致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结果 那在历史上 其实 东方早就已经接受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些十二星座等等 可是这件事情我其实一直到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才知道 有一天呢 老师拿出了这样的一张图 让我们看说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是不是很奇怪 这张图呢 是在辽代 在中国的宣化 我们从前叫做查哈尔省 现在是叫内蒙古的地方 有一个坟墓的那个 棺材的顶上呢 就是这样一张图 那很明显的 这个地方除了 在下面这个地方有缺以外 其他的 就是牡羊 双子 狮子等等 那这件事情其实在 我们当时的课堂上 我们是非常惊讶的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 在我们今天认为是到近代 才从西方传到中国 以及日本的这些 现代的西洋占星树 原来早在一千年前 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坟墓里面了 后来我们发现 这类的星图 其实越来越早越多 不但是辽代 而且后来的经朝 还有元朝 也一直可找到 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所以呢 这就启发了我去探索 这个西洋的占星树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来到东方的大地 那我们今天呢 要从这个 西洋占星树 进到中国的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晚 可是它的脉络 也比较清楚的一个 一个人跟一个事件来讲 话说大清顺治八年 当时号称 北薛南王 也就是当时 这不是 当时中国最伟大的 数学家之一的薛凤作 在南京 跟一个来自波兰的 耶稣会传教士 慕尼格见面了 他们两个人谈过之后呢 相见恨晚 当时在中国 已经是大师的薛凤作 愿意拜这个小他十岁的 这个波兰人做老师 要跟他学新瞻之术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 薛凤作他自己的 这个数学呢 本来是跟着 中国的一个叫做 魏文奎的大师学的 所以他的师承 本来就已经非常显赫 这个魏文奎呢 他是一个彻底彻 彻头彻尾的保守派 也就是他坚信中国的 数学跟天文学 都是最优越的 而且他的老师魏文奎 曾经在明朝末年的时候 在宫廷上跟徐光起激烈的辩论 那现在呢 他的爱徒 这个薛凤作 转败耶稣会传教士为师 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呢 是一种背叛师们的行为 那他们跟他 应该学了以后呢 结果到底有什么成果出来 我们现在只知道说 他们虽然号称是 研究天文学 可是他们两个人的爱的结晶 就是一个叫做 这个天部真元这本书 天部真元这本书 当然包含好几个部门 里面有纯粹的天文学 可是呢 也有一些 我们现在认为是 不可思议的 充满迷信的 不可能是出自于 耶稣会传教士这种 正宗的教徒 他的手中 所传出来的知识 也就是所谓 有一个部门叫做 人命部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西洋占星学 那这本书流传之后呢 几百年以后 当西方的传教士 鸦片战争之后 再度来到中国 他们看到这本书 都认为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他们说我们信主的人 绝对不会传播这种虚伪的知识 这一定是这个叫薛凤座的人 他觉得耶稣会传教士很厉害 所以呢 要把自己去攀附一个 耶稣会传教士 里面的内容 其实很多都是薛凤座 他自己捏造出来的 那这种说法呢 其实流行了相当久 大概一直到 从二十世纪初 到二十世纪末 大概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特别当时的 这个中西教流史啊 主要都是由神父 有这样子背景来做的 是非常多 所以这种说法也流传了 将近一百年了 可是到了上个世纪末 有一个比利时的神父 他就去找啊找啊找啊 他就突然发现 这个天不真原的内容 其实有很多可以在一个 右边这边讲的一个叫 卡达诺的这一个 大概是西元十 文艺复兴前后的时候的 一个有名的医师 他所写的书 有很多可以找到 其中呢 有相当多的内容 根本就是来自西方占星学的 这个经典 也是西元二世纪的时候 有个叫托勒密的天文学家 是从那个地方引用出来的资料 这样子其实相当多 那最不可思议的是 有个最强的证据是 在天不真原里面呢 他提供了不少这个命盘 我们今天我们俗称为命盘的 也就是西洋人的算命的实力 其中呢 包含了教皇保罗三世 跟他的命盘 我们顺便把他照片附在这里 然后呢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 人文大师伊拉斯摩斯 大家只要读过国中历史课本 可能都提过这个名字 他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愚人礼战》这本书 那他在西方的这个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那个 那个期间呢 他有很大的影响 他也影响了马丁路德 不过呢 他的立场还是比较 偏向天主教的 他做过神父 他是一个具有人文思想的 这个重要的人物 你看 如果薛凤作 他没有接触过任何 懂拉丁文 懂欧洲历史的人 凭一个中国人远在东方 他有可能捏造出 这两个人的命盘吗 其中还有很多 其中我们比较不熟悉的 所以呢 就从这些 终极看起来 现在学者已经慢慢接受了 当初天部真元这本书 的确是薛凤作 跟一个欧洲人 特别是这个慕尼格 我们对他知道 其实非常 今天所熟悉的这种 我们称为 隶书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当时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 民间就是有这样子的需要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欧洲人比中国人 更为优越的地方 就是 他们在隶书 除了讲一些 个人适不适合盖房子啦 旅行啦 之类的事情 他们 常常会预测 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就是气候 对于气候的预测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对于收成的预测 这个东西是他们的 这个 当时意大利的艺书常见的 所以 所以说其实他们 对于这个期货 或者股票 期货的概念 早就已经存在了 那 当时 并不是说教皇 还是会一直说 你们不要去相信 那些去算命的人 这不可以啊 可是呢 如果 如果 在历书里面 你不要讲一些 太踩底 踩红线的话 好比说 预言教皇 什么时候会死翘翘 否则的话 这样的历史书是没有关系的 在欧洲 其实是 一直在民间流通的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 基本上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 在欧洲 占星树这种东西 其实并不像他 台面上所说的那样子 最不可赦 另外一方面 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来干嘛 你会说 他是来传教啊 好 那耶稣会传教士是怎么传教呢 相对于后来的传教士 耶稣会传教士的这个策略呢 跟大家可能很清楚的 就是从利玛窦时代开始 他们就是要直接走进宫廷 直接取得皇帝跟大臣 对他们的耶稣会的支持 所以呢 他们就发现这件事情 中国的宫廷 对于精密的天文学 是有需求的 所以呢 他们就藉由这样子的一个长处 去跟当时在中国的天文学派 在进行 讲白了 就是斗争 那是有成有败的 在清朝初年的时候 回回 就是中国原来掌握这个 清天界的这个 伊斯兰派的这个天文学家 曾经一度把耶稣会几乎完全消灭 当时这个汤若旺 就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旺 被指控说 他所选的那个日子 害死的顺治也 那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也是很重很重的 所以呢 汤若旺有一度是要被处死刑的 是少庄皇太后 特地免他死刑 所以他才保下一条命来 后来等到康熙亲政之后呢 才又重新验证 然后把耶稣会的地位 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也就是耶稣会传教士 是经过一范的 艰辛奋斗之后 才取得在中国的 宫廷立足的这个机会 所以对他们来说 满足老板的意愿 是不是很重要 好 那老板想要什么 你以为当时的康熙 就是一个完全理性 这个不释出的大地吗 其实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一个叫做南淮仁 他是一个现在的天主教 常常会提到的一个 重要的耶稣会士 南淮仁呢 他留下一些记录 是说康熙皇帝 叫我要列出一个表 说拿几天吃药会比较好 也就是说康熙皇帝本人 都要相信哪一天吃药 才是吉祥的 或者哪几天是不吉祥的 其他这方面的需求 其实非常非常多 所以耶稣会传教士 他们就想说 我一天到晚要去应付 这些中国人 这些满洲人 他们就是这么迷信 他们去理个法也要看日子 他们洗个澡也要看日子 我们都烦死了 这跟我们的教义 是不是有冲突呢 他们自己心里知道 有人说有冲突 有人说没有冲突 可是以耶稣会传教士 自己立场来说 我如果想要在中国 地主站稳这个脚跟 以便宣传福音的话呢 我最好能够跟 中国人需求取得一个妥协 那么如果说我一定要做 我为什么不用一个 我们教皇已经容忍 他已经说OK的 来改革中国这些封建民信 这个是对他们来说 这算是一种合理的 一种选择方式 所以我们现在相信 慕尼格当初之所以 愿意跟薛凤座合作 来翻译这个天部真元 很有可能是基于 当时的一个现实上的需要 而不只是一个理念上面的 一种妥协 好 那这个是慕尼格 他可能心中的算计 那至于薛凤座他为什么 自己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薛凤座呢 他其实也有一个 自己觉得相当冠冕 弹簧的理由 他就说我们儒者 我们想要 连天地之道呢 他的最基础的根源在哪里 他就说 我们想要知道这个天地之道 最重要就是要懂的数学 为什么呢 因为天地的运作 它是有一个数在背后 作为它的基础的 所以我们不用管到天 我们先看这个理是算的命 谁算的命算的准 那他就是代表 他所支持的这个理 是我们可以信赖的这个理 所以他就讲出一个道理 他说 我们之所以要去研究算命之学 其实就是因为要透过天文 跟这个占星术天人交感的法则 帮助我们去了解 什么是最合理 最有坚实基础的一个理 这个就是薛凤座 他当时在他书中 所公开宣称的一个计划 太极就出来了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薛凤座对于 因为他已经开始 宣称他要研究算命了 所以他就对当时的这个 做一个我们叫文献回顾了 当时在中国社会上 最流行的 他是这样 他现在说流行的非常多 可是我觉得其中勉强 可以说的这样是 合于理的就两种 一种叫做四柱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八字 他说八字这个东西 他是起于这个天干地支 他当然有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 经过了研究呢 他的正确率可能十得七八 所以他就百分之七十五 这样子 那当时另外流行的 另外一套东西呢 他称为五星 五星这个东西呢 他很明确说 这是来自西方的 可是在当时所流行的五星之数 乱七八糟 很多东西讲不清楚 所以呢 他可以通过验证的 大概就是一半一半 所以他认为说 四柱是OK的 五星这套是有问题的 那他现在有机会跟洋人学习 所以他就要想办法 去把五星这一套给搞起来 这个就是天不真原 他想要翻译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理由 好 那我们现在看薛凤作 薛凤作一生的著作也算不少 不过呢 就好像是今天的 日本人一样 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不读外文这样子 他最主要著作都是中文 完全在中文圈子这边绕圈子 这是他一辈子我们所知道唯一的翻译 所以呢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文化交流史的立场 我们就很有兴趣想知道说 这个薛凤作他到底翻译能力有多强 他的语言能力有多强 他翻译出来的东西可以相信吗 结果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薛凤作他所翻译的东西 因为有一半以上 是他本来就熟悉的这个天文学 天文学也不过就是太阳啊月亮啊 火星啊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有很多中文跟西洋 早就已经有一致的术语了 所以这部分是OK的 所以我们要看他的功力 其实就要看 原来中国没有的东西他怎么翻 是吧 好 那因为我是研究医学史的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 他怎么翻译神经 神经这个概念的中医是完全没有的 他怎么翻译 就这位老兄呢 他就翻译成 雪中之气 这个翻译其实还 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虽然不是 这个背后要讲很久了 不过他用这雪中之气这个办法呢 其实跟1950年 1850年代 英国的传教士 把最新式的解剖学 翻译成中文那个 Hobson 他所用的脑气筋 他的基本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认识到神经的作用 就是跟中医的作用的气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他是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来翻译 好那这个也算是不错了 可是呢我们要举一个负面的例子 当他介绍伊拉斯摩斯这个人 你知道当时欧洲的社会跟中国社会 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 他要如何跟大家介绍这个人文学家 有学问的人的伊拉斯摩斯呢 这个宣奉作他是首先说 他是个聪明人 这样子 可是这样子觉得大家就不够聪明人又怎么样 聪明人很多啊 他就说 他观六七品 也就是说 在薛凤作的翻译之下 中国读者看到伊拉斯摩斯的形象 就是像这个样子 穿六七品的顶带的聪明人 那可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了 就是说他必须要让中国人去了解一个 他完全在他脑子里不存在的东西 薛凤作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介绍的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所知道一个最清楚他翻译的这个 渊源的这个清朝初年的这个人 他是用这样子的思维方式来翻译 成为我们今天的秘本 好 那这是细节的东西 他是这样翻译的 那重要东西他又怎么样理解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数数这方面呢 他基本上的一个基础理论 最简单讲就是他是印阳五行 好 就是印阳五行这样子 那西方的知识呢 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叫四元论的东西 这个跟五行他其实不太一样 好 我们现在简单讲 这个跟完全不清楚的人简单说一下 大概从亚里斯多德时代以后呢 四元论的这种思想 他就统治整个西方 他甚至于影响一直到19世纪的医学 那他就认为所有天地之间的东西 就是从四种元素所产生的 一个是水 气 火 地 就好像是四种物质 然后呢 这四种物质 他们彼此结合以后呢 就产生了冷热 湿干 这四种性质 所有的物质都是 这些物质之间结合结果 然后彼此之间会 会斗争 然后呢 就产生了天地的万物 这天地万物 因为它本身都是会互相斗争的 所以终究会消灭 唯一不会消灭的东西 就是灵魂 那是上帝给我们的 就是西方的基本的想法 好 那当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呢 他们刚开始其实看到物行 非常的刺眼 他们说中国人实在是太笨了 金跟木 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成为一行呢 可是他们后来讲 发现这样不太对 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来 是要让中国人接受他们的 你怎么可以先去批评他的信仰呢 所以到后来耶稣会传教士 他们的策略有点改变了 他们就变成说 我们其实最优先的事情 是要打倒佛教徒 所以呢 他们就花更多的功夫去批评 佛教徒的四大 而不去批评 不太去批评五行 就是回避掉对五行的批评 可是说起来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这个佛教的地水烽火这四大 它其实原本跟这个西方的四行 它彼此是本来是有关联的 那中国早就跟佛教徒 打了上千年的交道了 为什么到了薛凤作这个时代 他没有办法处理四行的翻译问题 那我们这边简单说一下 其实佛教的四大 虽然传进中国已经有很久的历史 而且呢 至晚 至晚到这个唐朝初年的孙思廟 他就一直在用佛教的这个四大术语 摆在他医学的这个经的书籍里面 他就讲说佛经说我们人有四百四病 这个就是代表来自四大的各种各式各样疾病 可是事实上呢 中国人对于印度的佛学或者医学 他所的了解跟吸收呢 最主要是来自药方 就是来自药 然后还有一些 本来大家有一些共通的东西 因为四大跟五行其实都是相当素朴的 所以好像大家都讲到风 好 那我们印度的风的概念 就有些东西借到中国来 大概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再进一步 要把印度的这个思想套进中医的话 那个东西就太困难了 所以大家就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我们就大家彼此互相尊重就好了 几千年来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以至于呢 后来虽然印度 他后来又发展成一个五大的一种思想 就是地水烽火 以后再加一个空 其实他也不是跟中国的金根木作任何的结合 他就是自己的发展 然后彼此相安无事 那在我所看到的 所有跟医学有关系的典籍 唯一有引用到佛教的四大思想的只有一个 那不是看活人的 那是看死人的 也就是洗原路 这个东西 洗原路他有讲到说 有些被害者的孕妇 他在过世之后 已经埋在土里面了 过一段时间 他小孩子会自己生出来 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在现在的法医学是有讲的 就叫 就是死后分娩嘛 那现在就说是因为 因为气体啊 会有瘴气啊 会有不好的气体 就会 会把这里面的东西给逼出来 当时洗原路他用的就是佛教理论 他就说因为地水烽火的作用 使得小孩子跑出来 这是我唯一看到 中国对于四大理论的 的一个应用跟解释 几千年来一直都没有 那当然他们在处理这个西洋的 新来的四行的时候呢 基本上中国人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好 那事实上 薛凤作 他在这个翻译这套东西的时候呢 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潜力 他不是完全一个人摸索的 在他之前有 而且 为什么还没有出来 而且他也 他也说他看过的 一本书 就是一个 叫做 明义天文书的书 那本书呢 是在薛凤作前 将近三百年的时候 翻译出来的 这本书是谁 由谁翻译的 这个是由这个 朱元璋 他不是把蒙古人赶跑了吗 然后他发现说 这些蒙古人 他们怎么这么喜欢用回回啊 他们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结果呢 他就找了 找了这个 他的 儒承 跟 投降的回回 一起去翻译 他们的占星书 也就是说 朱元璋在 下令要翻译 他们的天文学之前的三年 他就先翻译 占星书 那 为什么 蒙古人 他们会这么喜欢 用回回呢 回回事实上 在这蒙古 整个西征的时候 在他们 整个补给 或者是 收集资料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呢 蒙古人重视商业 这些需求呢 回回可以最充分的满足他们 另外一点就是 当时的这个 回教徒呢 他们拥有 全世界 当时最先进的天文 天文跟历法 所以从 忽必烈以后 在青天见 就重用 伊斯兰教徒 特别是波斯人 帮他们来 来做他们的 天文学 影响所及呢 整个明朝 都是以 回回用的 的历法为主 所以影响到 后来 后来跟耶稣会才教士 做斗争的 中国人呢 他们也是用 回回式的历法 好 那这明义天文书呢 他的内容 其实 分成四部 相当完整 跟托勒密的书 接近的程度 比天文部阵源更高 他除了第一部分 讲基本原理之外呢 他的二三四 分别就是 国运 他就讲到气候 还有收成这些问题 还有个人的占星术 这跟我们所熟悉的 个人占星术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择日 这个择日就很有趣了 刚才 郑馆长讲到 中国有择日 我刚刚讲到 欧洲有择日 在回回的这个 占星占星学里面呢 也有专门的部分 在讲择日学 那在这个 回回的择日学里面呢 可以看到 他最多的两个东西 是商业 第二个就是 战争跟迁徙 跟农业 就是中国人所关心的 这东西是完全没有 所以从这地方 你可以看出来 占星术 他无论如何 都是一个 每一个国家占星术 就是反映这个国家的 社会生活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指标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这个文化的人 他关心什么 这个地方的占星术 就要负责回答 这些方面的问题 那 明义天文书呢 就显示了 在明朝以前 整个中亚世界 那些回教徒 他们的生活形态 的一个缩影 那回回科学呢 他在中国 其实是影响 颇为深远 只是在汉的文化底下呢 我们其实并不见得 看得很清楚 历史学者对于 刚刚所讲的 回民意天文书 他到底对于中国 产生什么影响呢 其实不太能讲得出来 只有一个食育所的一个同事 叫李建民先生 他有研究说 我们今天台湾话的俗验 有一句话叫做 七活八不活 就是 如果说是 怀胎七月的时候 肚子有怎么样 有什么症状 有什么症状 我对我现在讲不清楚 如果是七个月的时候 这个小孩子可以平安活下来 如果不是八个月的时候 才产生这种症状的话 那 这个小孩子会马上 撬鞭子 这样子 那他就是找来找去 只有找到说 民意天文书里面 有讲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可能是少数的 伊斯兰留给台湾文化的影响 不过呢 其实伊斯兰在留在 在元朝的东西 现在虽然不多 可是除了天文学以外 还有医学 那在这个医学里面 我们找到一本书 叫做回回药方 这回回药方是在 明朝初年的时候才被翻译 才被翻译出来的 这本书里面呢 除了用了 主要是汉文之外呢 它还留下了很多 波斯文 回狐文 图火罗文 图绝文 乃至于叙利亚文的这些文献 基本上呢 是当时整个 从欧洲到中国北部 这边流行的医学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要点的翻译 里面就有讲到一个人 这个叫做巴吉勒特太医 这巴吉勒特太医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希伯克拉提斯 希腊前五世纪那个 我们现在的医学生 在毕业的时候 都要念那个 希伯克拉提斯 诗词的那个人 他所开的药方 是透过回回人的 介绍 带到中国来 那 七活八不活呢 其实最早也是出现在 希伯克拉提斯里面 的著作里面 换句话说 在元朝之后 透过这个元朝的世界帝国 以及回回人的中介 中国已经大量的 跟西洋的世界 有一个紧密的结合 好 那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回回的这个医学 是怎么跟西洋世界 给结合起来的 我们现在所知道 最早的星盘呢 它其实是来自 公元前四世纪的巴比伦 然后呢 它慢慢移到 传播到埃及 以及希腊去 那各位知道 有一个人叫做 亚历山大大帝 对不对 亚历山大帝的大帝 往东就灭了波斯帝国 然后呢 就建立了一个 我们现在 我在念国中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时代 叫做希腊化时代 意思就是说 它把整个埃及 波斯这些地方 通通变成一个 希腊式的文化圈 我当时是完全不了解的 因为亚历山大在位的时间 实在太短了 所以凭什么说 它就把这样的 这么短的帝国 叫做希腊化时代 我到后来才知道说 这影响其实是 非常的深远 完全超乎我原来想象之外 各位可能记得 亚历山大帝 它往东走的时候呢 本来是要去打印度的 可是他部将跟他说 太累了 我们不要打了 而且那里很热 还有一只大象 还有很多大象 我们打不过大象的 所以他们就停在那里了 可是因为这个样子 亚历山大这文化圈 跟印度文化圈 他就接起来了 他们变成一个邻居 亚历山大大帝 虽然马上就死掉了 可是他的部将 还是留在埃及啊 还有中东啊 这些地方的 所以 借由这些机会 希腊式的文化 希腊式的科学思想呢 就有机会往更东的地方 给传播 结果就变成是 希腊化时代以后 希腊人的遗产 主要就分成三大支 除了欧洲之外呢 还有当然留在中亚的 代表人代表 就是波斯跟阿拉伯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比较不清楚 其实对我们来说 影响更大的 那就是印度 然后再有印度呢 借由新疆 还有海陆 传到中国跟日本 这就是回回 为什么回回 会跟 西洋的这些东西 会结合 那他原因是这样子 那再顺便给各位提醒一下 我们大家都听过着文艺复兴 对不对 那所谓文艺复兴是什么意思 文艺复兴其实就是 当欧洲的罗马帝国 被蛮族所摧毁 然后变成黑暗时代的时候 几百年以后 他们从阿拉伯人手上 把希腊罗马的著作 重新翻译回去欧洲 所以才叫做复兴啊 所以亚洲 这些回教徒手上 他本来就是继承了 希腊罗马的这些 过去的科学遗产 有这样子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回到 薛凤座 我们做一些后面的补充 他当时呢 所讲的两种主要的系统 一种就是四柱 四柱它的这个起源呢 中国人传说是 皇帝时候的大脑 他做甲子 然后呢 他就是用很简单的 用你说 生年月日时的这个甘肢 那他各自有这个 阴阳五行 然后所以配合着 你自己的生日再配合 真的时间的配合 然后彼此就有五行的生客 然后就可以推算出一个人的命运 他彼此的内容的这个结构 知识结构啊 是有一个单一的一个基础在后面的 另外一个就是 薛凤座他所讲的五星 这个是在14世纪 也就元朝末年的时候的一个 用五星所算出来的星盘 你可以看出 左边的这个四柱呢 它就是纯粹的以中国式的东西为核心 它里面是 我们叫integrated 它是内部彼此是完全整合的 右边的这个五星法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混杂的 因为它一定会告诉你 这个人它的四柱 然后呢 里面 同时会给你加进一大堆 各式各样的神在里面 就是神如何在你的命运中产生作用 这东西叫神煞 这种神煞在史记的天官书以后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它就把这个神煞摆在命盘上面 这些都是属于中国式的这个来源 可是另外呢 它其实是有很多西洋式的来源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你从这个盘上 你是不会注意到大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剖析 它这个西洋式的来源这部分 这个命盘当这个 中国科学史的大师 李约瑟 他找到这命盘的时候呢 他就非常兴奋的说 他给他找到一个中国风的托勒斯命盘了 托勒斯命盘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西洋的天文学的这个祖师爷 他是在公元二世纪的罗马 这个地方 他在埃及 罗马帝国下的埃及 好 那这个命盘是怎么运作的呢 他首先是根据规则 他就找到你这个命出生的时候呢 你是属于 二十八射的哪一个秀 好比说这个盘呢 他是在试这个 这个秀 是五度的地方 然后呢 他就会把你的命盘 试在东南 右下角 所以命盘就在这里 你找到命盘之后呢 你就可以根据 他的十二宫的位置 我们现在是会讲说 命宫啦 夫妻宫啦 财宝宫这样子 那简单讲就是把它翻译成第一宫第二宫 这样子总共十二宫 好这个地方 这个 这是新案的盘呢 他就 就包含了这个元素 然后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到 里面出现的日月水火布金土 这个也是说 中国虽然有 可是是西洋的这个 它不会出现在四柱里面 可是它在西洋的占星树里面 非常重要的 就是日月跟五大行星等等 接下来就是 那你是说星座呢 的确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看不到母羊座 狮子座这些名词 可是因为 始皇道十二宫 它就是十二 而且它都是同样是占据 天 天 星空中的一个固定位置 所以它已经完全被翻译成 中国 同样是表达天空中十二个等份的部位 好比说狮子 它就是固定是五 那母羊座它的固定是虚 所以虽然这里是没有出现 狮子母羊这些西洋的元素 可是事实上 它已经被翻译成中文 就好像是说 Fairbank 我们它的中文就是费正清 当这个地方出现费正清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说它不是洋人 它其实是洋人 只是我们把它洋人的中国名字 放上去而已 这就是李约瑟他所说的 在中他终于找到一个中国式的 西洋式的占星树名版 这样子 那其中有个东西我们很重要 可是刚刚没有仔细讲的 就是所谓的秀的概念 秀呢 这种概念在全世界很多文明都有 埃及 阿拉伯 印度跟中国 这四个地方都有 大家基本上是认为 中国跟印度 不知道谁去影响谁 它的秀就是什么 秀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宿舍 就是住在哪里 这东西叫做宿 在印度里面有一个 可能在今天听起来 并不是美好的传说 它就说有一个月神 月亮之神 这个月天子 他娶了27个太太 27个太太通通都是姐妹 他为了要公平对待这27个太太 所以他每天去住一个太太的家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印度概念的27秀 因为月亮在天空是循着固定的轨道在运作 然后呢 平均是27.3天一回 所以呢你要分成27秀也可以 分成28秀也可以 中国是很早就把它说成是28秀 是固定下来的 可是印度呢 则是有27秀跟28秀的说法 这个说法其实一直长久以来是没有统一的 那中国人跟印度人 以及西洋的天文学家 对到底是谁影响谁 一直有很激烈的辩论 这样子 可是27秀跟28秀呢 在占星术里面 他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 那中国跟印度的27秀跟28秀呢 表面上都是跟月亮有关系 表面上它都是秀 可是事实上 它的内涵跟它的运作方式 是有很多称资的地方 中国的28秀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最早的文献证据是在 春秋战国之交的一个 一个坟墓里面 它挖出来了 28秀的形象名字通都在那个地方 那它最主要概念呢 那它最主要概念呢 是28除以4 它可以被分在四季 分别属于青龙 白虎 玄武 猪雀 这样的四季 印度的27秀或28秀呢 它看起来跟中国是很像的 可是事实上 它的玩法不一样 早期的印度是只有秀 它是27或28 可是自从它受到了希腊化文化影响 带进了黄道十二宫之后呢 它们一个重点就是 如何把这27秀跟28秀 分别配到这黄道十二宫里面去 这个就是它们基本概念的都不一样 然后呢 早期的中国 是不是完全没有占星术的概念 因为我刚刚讲的通过都是一些外国人的说法 事实上 早期的中国人是有占星术的概念的 而且这占星术 原本就跟我们现在所讲的28秀 有密切的关系 在东汉的时候 有一个号称最不迷信的一个哲学家 叫做王冲 王冲呢 他在他的论衡里面 其实是有讲说 一个人的命运 他是富贵 受咬 他其实都是靠 他出生了 他不是出生 就是靠这个父母结合的时候 那个时候 刚好轮到哪个秀的气 他就会 影响到这个胎儿 当这个气结成的时候 他就跟天上那个星宿互相结合 然后呢 小孩子的命运就是有星宿来决定 东晋时候的葛宏 他也有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说法 只不过说葛宏 他在讲到这个父母结合的时候 这个气 影响发挥这个影响气的这个星宿呢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星体 他是有一个星君 有一个神明在背后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已经看到 佛教的影响 慢慢的在中国出现了 那佛教在印度 取得了这个主导权之后呢 他基本上是循着两条路 传到中国的 一条路呢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就是从越过冲岭 从新疆这个地方 到经过敦煌 一直到中国 然后另外一条呢 是由海路 经由爪哇这些地方 到广州 然后到中国 南边这条路 以中国人的立场来说 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东京的法险 他是曾经坐海路 到印度去求过法 而北边这条路呢 中文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唐朝的玄奘 他是越过玉门关 然后绕到印度去求法 他主要到北天竹 而我们现在所知道 最早的印度占星术 影响中国的这个路线呢 也刚好就是分由 这两条路来进行 其中最早的一个翻译本呢 他其实是同样一本书 那这本书 他的印度文 如果用现在的这个 罗马字来念的话 那就是 那他现在最早的 这个翻译本留下来的呢 是三国的时候 有个吴国 吴国在南方 有一个翻译家叫知谦 他是一个大肉汁的后代 大肉汁就是 张谦通西域的时候 本来是想联络大肉汁 去打兽奴的 这个知谦虽然是一个 大肉汁人 可是他在中国已经 生活了好几代了 所以他中文比中国人还好 他就是觉得他写文章 或翻译的时候呢 他一定要用庄子 老子这些典故 才能够把他意义 充分的给发挥出来 那他所合作的对象 是一种来自南天竹的一个 印度人叫竹吕源 他们翻译这本书呢 叫做《摩登家经》 在东吴的时候 大概在过七十年以后 那个时候已经是 五湖始料国的时候了 在北方敦煌的地方 有一个也是大肉汁人 可是他跟着他的老师 改姓竹 他叫竹法户 那他把同样一本经书呢 翻译成射头剑太子二十八秀经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所留下的汉文里面 最早的有关于 印度占星术东传的一个痕迹 这本书的故事 大概是这个样子 基本上就是 有一个王子爱上一个公主 然后呢 王子爸爸想要帮他 娶这个公主进门 可是这个公主呢 他嫌这个王子 你们家其实只是暴发户 所以我跟你的种姓是不同的 我的种姓比你高贵很多 所以你不配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王子的爸爸呢 其实是一个博学多文的人 所以他就跟他讲说 哎呀王公主啊 你不要太认真 其实人的一切 通通都是上天注定的啦 我们每一个人 之所以会怎么样 其实都是因为出生的时候 二十八秀在影响你 然后他就跟他讲 这二十八秀的道理 那后来公主听了以后 居然被他说服了 然后嫁给了这个王子 那他这印度的这个二十八秀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 讲的故事是 是 他有很多复杂的内容 他会讲说 这个在天上决定人命运的 这个二十八秀呢 其实都是一个神 那这个神呢 他有他特定的名字 他有他特定的个性 他有他特定的形状 他有他特定的喜欢吃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拜他的话 你要配他吃好吃的东西 好比说他是喜欢吃 把辣 你就不要给他吃汪汪仙贝 如此类的 那 在这个反语里面 其实他的内容是非常印度式的 因为他把这个 这个神的种姓都讲出来了 可是在我们之前这个老兄 这个翻译里面呢 他是 是一个中国人 跟一个印度人一起翻译的 而这个中 不是 他是一个大肉 华化的大肉之人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要翻就要翻了 让中国人觉得很顺才可以 因此他所 他们虽然是翻译同一部经典 可是他们所翻译的这个风格呢 非常不一样 那之前他所翻译的呢 他就觉得说 我讲说那个神的名字 这个中国人有谁会知道呢 好比说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 我举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例子好了 就在西游戏里面去 打死那个蝎子精的那个叫 卯官兴君 那那个在日文叫苏巴鲁 也就是我们今天开的苏巴鲁的那个 那个汽车的名字的由来 这个卯官这个星座在中文就是叫卯 那形象是一只鸡 可是在印度里面呢 他的名称是叫做 名誉 他就叫名誉之神 所以这两种其实你根本 不仔细解释的话 你根本是凑不在一起的 而之前他就认为说 我就是要用中国 大家所熟悉的 觉得很顺的文章来翻译 所以他就用中文的卯来给他翻译 那祖法户他就觉得说 这样不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祖法户他就是一个敦煌人 他从小就是一面听台湾话 一面听客家话 一面听三地话 好像你讲的是同样东西 可是在我看来 你们只差一点点 对我来说差别很大 他就是坚持说 我一定要把他原来的意思给翻译出来 我不要 我不要以而传而 你不要以为说 台湾本来是靠那个三轮人力车来做 来给人家载客 洋人来了一个taxi 所以taxi我就翻译成三轮人力车 没这回事 他就一定要把这两个概念分得很清楚 所以在祖法户的翻译里面 他是一个双母语的人 他对语言的敏感性很高 所以他所翻译的东西 就是要尽量把印度原来的意思 给翻译出来 不要用中文给带过去 这样子 那这个二十八秀传进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印度的天文学 还是主要是以二十八秀为主的 那二十八秀的日跟秀之间的关系 也在这里开始出现了 在这里 一天就是值一个秀 一天就值一个秀 这样的关系 很单纯 然后呢二十八秀的形象 因为刚刚所讲 每一个新秀都是一个种 有一个种性在背后嘛 所以呢 他们每个人长什么样子 他们的相貌等等就出现了 同样的 在中国呢 二十八秀也是从原来的只是 在王冲时代就讲到说它是个天体 可是到后来呢 二十八秀它是一个新官 它是一个新军 它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神奇的这样子的形象跟存在呢 也在另外一方面在产生 这里呢 就是中国人所画的 当然二十八秀的新军 就是要长得像中国人的样子 然后呢 要穿中国式的官服 然后这样子的东西 在我们今天的农民历里面 依旧存在 在我这地方 这个不可能很清楚 也就是在这个图的上面的那一列 就是每天所轮值的二十八秀的执行官 我们今天所讲的执行官 应该就是从这里来的 好 这个是在上古的时候 西洋的占星术 印度的占星术 翻译到中国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的是 中古 也就是隋朝的时候呢 有另外一批新的 印度占星术传到中国 它是怎么翻译的 那有一本 在大圣佛教里面很重要的经 这本书叫大吉经 可是大吉经 并不是像 并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翻译的 它其实是经过几百年的时间 有不同的法师翻译 然后集结成一套经 叫大吉经 在这套大吉经里面 是第二次 有印度的占星学 传到了中国 然后呢 这个时候的整个问题 高度的复杂化 那这个也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主题 翻译与调试 它的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 在这个时候呢 印度的历史 至少 因为印度的历史 没有 早期是没有 没有历史记录的 所以 对它的这个历史 有时候定位非常难 常常要靠中文 常常要看中文的典籍 那根据现在印度天文史家的研究 当时的印度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年给它标准化 就是我们不要死守的天体 因为那个东西很复杂很困难 所以他们就有个概念叫做理想年 一个理想年就是十二个月 一个月三十天 然后呢 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天 那三百六十天 跟实际上太阳运作的不符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们容忍它 到时候用润年的方式来处理 那这个理想年这种概念 在我们看来 当然是觉得怪怪的 可是它在印度有长久灵想 大概有上千年以上 那当这种理想年的概念出现以后呢 它又要跟二十八秀配合 那就很麻烦 因为如果说一年是三百六十天 然后有二十八个同学 每天都要执行的话 我们如果希望每一个同学 特别是班长 他一定到一月一号的时候 就是要他执行 然后给校长一束花 如果是像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就会很麻烦 那每年如果按照自然年的话 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 在一月一号执行 印度人觉得这样不可以 所以他们做了一些特别的 很紧密的一个规定 第一个 我们还是希望每天有一个同学 有一个新秀的新官来执行 可是三百六十天 二十八个同学怎么办呢 除以十二的话会有二十四个余数 所以大集经他所根据的那一个 印度的地区的人他就想了一个招数 他说想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来选四天 这四天是有两个同学一起执行 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三百六十四除以二十八 那一年就刚好就十三圈 完全符合一个理想的每天固定就是那个同学执行的这种状态 这就是大集经他所表现的一种印度的力学的思想 这边是一个整理出来的一个表 那他就选了这四天 女虚同学一起执行 女牛同学一起执行 现在女牛同学有三天是一起执行的 这样子一来的话 永远一月一号几月一号 通通都是固定的同学来执行 这样子的话印度人看来他就非常高兴 这样子 那为什么都要选择同学来执行 对不起我不知道 这现在没有人 没有人现在没有人可以解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印度人又有一个我们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个习惯 因为在印度当时的这个天文立算思想里面 他们觉得二十八星军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们重要到觉得说 他们要让每一个月都要有一个星军 他的名称来作为那个月的名字 可是这个月必须是固定的 所以他们决定要让那个月的满月那天的星军 来作这个月的名称 所以呢 他们就有所谓的卯月 嘴月 鬼月 心月 意月 这样子的 这个名称其实一直到后来我们都还会再看到 就在我们来看说 你们印度人问你为什么这么麻烦 可是他们就是这么麻烦 所以呢 他们就把 十二个月就分别是用卯月 嘴月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命名 这个就是大吉星他所翻译的那个时代的印度的立法 就是这样搞的 那如果说中国人想要学印度的占星学 他就必须要面对这样子的麻烦 这个就是当时的中国人要面临的占星术的翻译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然后呢 另外还有一个让人觉得非常讨厌的东西 那就是当时黄道十二宫已经慢慢的渗透进印度的社会去了 所以当时的印度都是要同时满足两套系统 一个就是二十八秀的系统 另外一个就是十二星座的系统 所以呢 他们为了要调和这两个东西 印度人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既用我们自己印度传统的 用二十八秀的名称来做这个月的名称 同时再给这个月加一个老板 让他有一个十二宫的一个神 来当这个月的老板或者是小天使 所以各位在下面会可以看到一个叫主神这个栏位 每个月呢 他会有什么 这边看的第一个就是天蝎座啦 叫蝎神 然后或者摩羯之神 然后人鱼之神 也就是说在大吉经所翻译的时候的这个印度历法呢 希腊的黄道十二宫的影响 已经明确的进入他们的占星术 也明确的借由大吉经的这个翻译呢 介绍到中国来 这对中国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可是因为印度在这方面是有所坚持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它是有用二十八秀的秀名 来当作月的名称 以及要搭配黄道十二宫的神这两个规矩 可是这还不够 印度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烦 这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帮助日本的地下铁去写那个城市 他们这些方面 他们的心思是复杂 真的是让我们叹为观止 他们还有一个规矩 叫做黑月与白月 在印度他们说是月 可是他们同时是有所谓的半月的系统 他们叫做黑月与白月 这个东西用中文来讲不清楚 我们把它换成英文 白月的意思并不是white month 而是whightening month 就是月亮从黑的慢慢变白的这个月 叫做白月 那黑的也是一样 它不是black month 它是blackening month 也就是月亮从白的再慢慢变成黑的这样子的系统 那这么麻烦的系统 是不是统一呢 最麻烦的印度人什么都是不统一的 印度到现在还是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帮 每个帮的关税通通到另外付 他们每个地方的立法到现在都还不是完全统一的 在古代印度当然是更糟糕 简单的来讲就是 北印度的是黑月在前面白月在后面 南印度的就是白月在前面黑月在后面 好那很显然的大吉经里面 它所用的是黑月在前面白月在后面 这跟这个翻译者他的出生意志 他就从北印度来的 所以他给你的就是一个黑月在前面的 白月在后面的 好那我们现在举这个我们所讲的印度的一月 我们翻译成现在要讲的话就是 牡羊座之月 牡羊座之月呢 它就从印度的黑月的一号到白月的十五号 这样子 可是问题来了 中国的立法跟北印度的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是硕是月亮是黑的 慢慢变白 那我怎么用你交给我的占星术呢 你跟我占星术的立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时大吉经的翻译者呢 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说我们凡事好商量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人他的黑月跟白月 还有这个月 每个月的这个名称的这个神 他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你只要满足满月那天 是那个星的话 他就OK 所以他就讲说 这个在中国我们这样用就好了 我们把印度所说的一月 每个月呢 这个月的前半个月 我们就算前个月 我们把下个月的前半个月 算到这个月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是 中国的立法习惯 跟印度立法习惯一致 可是其他印度人 所想要满足的原则 通通都保留下来 对不起 你们一定觉得很复杂 我也觉得很复杂 可是当我慢慢的找出 原来他们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种知识的快感 对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 我一开始跟大家讲说 我们今天觉得 我们在接受西洋沾新树的时候 觉得这么顺 无缝的接轨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的立法 已经跟西洋是一致的啦 可是从前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从前每一个国家 都有他自己的立法 即使是接受中国影响的日本 他的立法跟中国都不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在背后 都隐藏在细节里面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到一个 今天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对于后世影响比较深的 那佛教占星树 而这个佛教占星树 它渊源呢 跟我们今天 在我们生活四周围绕的这个密宗 是有密切相关的 严格来说 密宗它是在 它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 魔术奏法这些东西是比较有关 那密宗的兴起 我们现在有资料可考的话 它大概是兴起于极多王朝时代 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 然后它的早期的经典 我们已经大概可以说 在佛在讲 这个小圣佛教的经典 阿含经 也就是佛说法那个时候呢 就有一些咒语 那这东西在密宗被称为杂密 跟后来比较正宗的密宗 是比较有所区别的 那以中国来说 我们对于密宗 一个进入的高峰期是在唐代 唐代有所谓的开元三大士 他们都是从印度不同的师徒三个人 到中国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最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开元三大士的第三位 叫做不空法师 他是南印度斯里兰卡的王子 然后到了中国 到了 他在中国翻译了一本 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占星术 最有关系的一本书 叫做秀药经 秀就是 新秀的秀 药是新药的药 就是讲秀跟药之间 如何占星的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在759年的时候翻译之后呢 后来被他的徒孙空海带到日本去 好 那这个书的因缘大概是长安 在759年的时候翻译 可是呢 他是被唐玄宗 让他去南印度去 回国再度留学 然后回到中国之后呢 他到韶州的时候生病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 就找了一个韶州当地的 一个人帮他翻译 帮助他翻译成中文 然后他回到长安去之后呢 他说他突然有一个感应 他说他要去 他要去05 就是现在的宁夏这个地方 然后他去05的时候呢 发生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就是 爱死之变 所以整个长安被破坏了乱七八糟 可是当时不空在05 最妙的事情不是不空在05 而是后来的唐树中也去了05 所以不空等于在这个地方 辅助的唐树中再造唐室 所以就在这样时空背景之下呢 唐树中就支持不空 在继续振兴这个密宗 在中国的这个事业 那秀药经就是在这样子背景下 被翻译出来 秀药经跟之前的那两次 佛教在新书的翻译呢 有一个很重大的不同 一个就是 有别于主法户 以及大吉经的28秀呢 这是他带来是一个 中国人非常陌生的系统 就是所谓27秀的一个系统 那28秀跟27秀呢 是有一些在操作上的不同之处的 正如刚才所说的 28秀分成四季 春夏秋冬很方便 可是在印度 废陀医学 他们的废陀思想 其实东西是要分成三个才方便 所以27秀 适应于印度更流行的 废陀等等科学 27秀比较好用 那现在我们想挣这个机会 跟各位比较明确的介绍 中国的秀跟印度的秀 到底在星空上 是怎么个不一样法 中国的秀是属于四寿的 东西南北四寿 我们现在只举三个例子 也就是颈秀 身上的身 嘴秀跟身秀 这三个星秀 在中国的这个黄道上 是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把它放大 然后去点上真正的星秀的话 28秀 它是在星空上 是这些星座 那在印度呢 印度我们如果拿一个印度的星图来看 跟这三个秀 位置相当的 也被翻译成 颈 身 嘴 这三个就是红色 红色的颈 就是对红色的这个 这个叫做 Provasu这样子的一个秀 这是印度的星秀 其实在星空上 你一看就知道 其实他们位置差不多 可是实质上是不一样的 可是因为他们位置的接近 他们就被中国人直接翻译成 锦秀 身秀跟嘴秀 印度的秀跟中国的秀 其实就是这么个不一样法 那 当时的介绍过来的印度的立法 他还是选择 因为他必须要接受印度的这个所谓的理想年 一年360天 一个月必须是30天这样一个规则 那360天除以27 答案是一样的 他还是除不尽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不空 他的翻译方法呢 他又选择了另外一套 解决 除不尽的问题 360除以27是除不尽的 所以这次他想到另外一套方法 就是 我们不要让一个人 一天同时有两个人 他就很任意的选出了其中九个 这九个人是拿书卷讲的 所以你们多执行一天没问题吧 所以呢 他就让这九个星座 这这九个星秀呢 要连续执两天 然后他就解决了这个执日的问题 可是这个秀药金的这个上卷 翻译出来之后呢 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第一个 他是在南方韶州这个地方翻译的 所以那个人那个地方的文化学准比较低 然后 他用的这些都是比较忠于印度的这些习惯 立法 所以中国人读起来非常的痛苦 所以后来呢 他又出了一个东西叫做下卷 而这个下卷是由长安的 而且是由太史局工作的 你知道太史局就是像司马迁那样 太史令同时管历史跟管历法的 帮他重新做注释 然后这个东西就成了秀药金的下卷 那上卷跟下卷 其中有很多内容是一致的 可是他的这个顺序呢 经过调整 这个事情让很多人怀疑 其实不空你到底是真的有翻译 带本书来翻译 还是完全凭你自己脑筋里面 寄的东西来叫学生重新翻译啊 那这个问题现在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可是无论如何呢 秀药金的下卷 他的可读性比上卷高很多 而秀药金的下卷 他所做的一个最革命性的问题 也就是刚才一二十分钟困扰各位的 也就是印度的立法 我们听了已经 头已经快要发昏了 那他就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 他就说 各位我们以后不用管印度人了 我们呢就利用大唐越建法 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印度人怎么想了 我们就选定了一个 现在的这一年 我们就是按照中国的办法 一天一个新秀 然后就变成二十八秀的系统 这样子呢 跟印度人不一样也无所谓 反正我们大家都happy 然后呢 下卷就这样子出来了 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们所得到的 秀药金的上卷跟下卷呢 是彼此是用不同的立法系统的 他们同时存在 同时是存在 那这个东西 因为中国在安始之乱之后 长安那一带不断的受到破坏 所以现在唐朝当时所流行的秘宗 到后来就慢慢就没有了 就在空海 就在不空他过世的那一年呢 在日本有一个人他诞生了 那个人叫做空海 各位如果不熟悉的话 可以去西门町那边有一个 天后宫 对吧 那边有一个红海大师的 红法大师的庙 那个地方还有空海的 他的宿舍在那个地方 他就是发明这个 评甲名的那个人 对于日本的文化影响很大 他跟空 他出生的那年就是空海死的那一年 然后他到中国去以后呢 是跟着不空的弟子 叫做青龙寺的惠果学的 在中国的秘宗 前一到六代的祖师都是印度人 第七代就突然传给中国人 就是惠果 可是这没有什么好奇怪 因为已经来六代了 最奇怪的是 第八代马上传给一个日本人 日本留学生 而且没有留学多久 就说你赶快回去吧 为什么 因为中国即将遭到法难 我们要靠你把中国的命脉给留下来 所以空海呢 到了日本以后 就开辟了一个地方叫高野山 在2004年的时候呢 才在纪念他入唐一千两百周年 也就是说 当然到日本去不可能没有改变了啦 可是在中国所流行的这个秘宗 天台宗这些东西 在日本呢 得到相当程度的完整的保存 所以我们说空海呢 他保存了大唐秘宗的命脉 同样的他也把 秀药金的这个系统呢 带到了今天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他 当时是怎么运作的 那空海是一个国师 所以他的影响力很大 我们除了高野山的 这些崇拜之外呢 我们其实在不同的重要的寺庙 也看到类似的这种做法 好比说世界文化遗产的法龙寺 他也留下这个新曼陀罗 曼陀罗就是秘宗的一种修行的方式 我们今天也不多说了 像法龙寺因为他留下来是特别早 他是平安时代留下来的 也就是他最晚到了宋朝 非常早的东西 可是类似的东西在日本 一直有在复制重新做 或者是做新的 到江户时代 一直都有新的新曼陀罗出来 所以影响非常大 然后呢 秀药金在中国 到后来已经没有人再用了 可是在 因为他的整个命脉 在操作秀药金的这些法师 他们还是要靠这套东西来运作 所以在日本 会一直去翻印或者是抄写 然后我受到这个高野山的校长的帮助 到那边去看他们的收藏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古本在那个地方 右边他就又讲到说 他们利用秀药金给他们的这些规则 去选日子 然后决定一些非常重要的仪式 其中有一个重要仪式 就是所谓的灌顶 他们的灌顶呢 是一定要靠秀药金所讲的 所谓的甘露日 那天灌顶需要甘露 来进行 然后这边所讲的这个 是灌顶甘芝 然后他秀药金的规则就是 某某秀跟某某药要配合 才是用这种方式来择日 这样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 算了没关系 反正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有个法皇 也就是天皇不想干了 他就出家 像我们现在平成天皇这样子 他出家以后呢 他的灌顶日子就是用秀药金来决定的 那顺便讲到秀药金 到目前为止 他好像都是跟一些非常少数的 或非常高级的集团在一起的 可是事实上 在我们今天影响非常深远 即使是台湾我们一直会听到或用到的一些词汇或概念 是从秀药金所带过来的 那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火药推理剧场 木药什么什么之类的 也就是日本人 我们在讲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这个东西 这个系统呢 在日本是用日药日火药日水药这样子 在留下来的 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其实就是从西洋的摘性树过来的 而我们目前所得到的最早的一个 文献证据就是秀药金 那它背后的规则是什么呢 它背后的规则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印度起源的一个东西 所以各位可能听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它是有一个希腊的天文学 加上埃及的忌日方式的配合的结果 好 我们今天24小时 其实是埃及时代就开始了 我们中国是习惯用12时程嘛 埃及是24小时 另外呢 我们今天对于天文学的认识 就是太阳离我们最远啊 然后冥王星离我们 比较远啊 然后就这样排下来 这个是我们现代天文学的认识 那古代跟现代 我们不要讲很深的东西 我们讲一个最基本的 我们古代跟现代的一个天文学基本假设是什么呢 那就是太阳的中心还是地球的中心 对不对 好 那以地球的观点来看 它来决定哪一个星星比较远 它怎么知道 你要从大小吗 不 从前来说 后来希腊人得到一个结论 他觉得最可靠的就是说 这个星星多久绕一圈 因为以地球为中心来说 它多久绕的时间越长 那就代表 它是连我们最远的 这其实还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怎么知道这个是 是哪个快呢 哪个慢呢 可是真的没办法知道 它就是用 绕多远而一圈来决定的 所以希腊人就发现 土星 29年一圈 所以它是最远的 然后呢 木星 木星就是什么 木星就是我们今天拜太岁的太岁 木星是12年一圈 所以它是离我们第二圈的 火星离我们两年 太阳离我们一年 它就用这种方式来说 以我们地球为中心来看的话 七个主要的星体 离我们的距离就是 土木火日金水月 就是这样的顺序 这是从从前的思考的起点来想的 那我们在看科学史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 往往就是要抛弃我们自己的基本假设 我们要站在从前的立场去帮他们想 他们是怎么样思考问题的 如果按照这样的顺序 然后再配合 埃及人的一天24小时的这样的观念的话 一个小时轮一个同学 那就是土这样子轮下来 结果呢 就是刚好就配到 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是土星同学 这样子 然后到了第二天的第一个小时呢 就是日星同学 就是太阳同学 结果下来的顺序 我们所看到的 它不是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顺序 因为 伊斯兰跟基督教国家也是不一样的 可是它的前后顺序是一样的 结果就可以得出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火药 日药水药 其实就是在根据这样子的思想 而变成一个规则 而这个规则呢 对于中国影响其实没有这么大 造成重大影响的是 空海所抢救过去到日本的这个传统 然后呢 它在日本就成为一个 牢不可破的一个规则 这样子 因为空海在日本的影响力 所以呢 它决定 它觉得这个二十八秀的这一套 是在 在秀要经济这个系统里面是行不通的 所以呢 它就把二十八秀那个给摆一边 它就是用二十七秀 也就是说 日本一直到江户的中期为止 虽然表面上 它都是用中国的天文学 可是事实上 中国用二十八秀 日本用二十七秀 这种情况一直到十八世纪的时候才结束 好 那最后呢 就是讲到这个 秀要经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影响 我们现在就简单讲几点 一个就是 在敦煌残卷里面 我们看到了跟秀要经非常类似的 的这种残卷 然后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道账里面 中国的道账应该都是用二十八秀的 在道账里面呢 有一本书叫做 二十八秀 唐通利 二十八秀哦 可是事实上它的内容 是超秀要经的上卷 是二十七秀的 所以中国人有时候山寨 就是 并不是 并不是很仔细的 山寨这样子 然后还有所谓的 大唐阴阳书这本书 然后到日本的超本 它就是完全用 这个 秀跟日的 这个配合的这种系统 就是ABC的秀 这样 alpha beta gamma的药 它就会形成 一些特别的日子 好比说 以秘宗来说 他们重视的就是像 金刚日 甘露日 或者是 罗刹日 那甘露日就是吉祥的日子 适合灌顶 罗刹日就是 不祥的日子 最好乖乖待在家里 这种 这样子的这种 占卜的这种 立法呢 也是经由秘宗的手里 然后在日本留下来 好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呢 也想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 前面讲到 西洋的这个占星学 其实它并不只是一个 算命的东西而已 它其实从前 东方跟西方一样 都是有 大宇宙跟小宇宙的观念 所以呢 从前的这个12 黄道12宫 跟西洋医学里面 一些最重要的医疗方法 好比说是放学 他们是一定要看 当天的星座所在来决定 当天适合在哪里放学的 好比说 这个 牡羊座的时候 他就是在 在投 然后以此类 这样子下来 印度人跟 希腊人接触之后呢 他们也把这一套 用自己的方式 给表现出来 所以同样在今天 日本才留下来 可是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一本书 叫七药 狼灾绝 他就把这套东西 转换成 28宿的系统 也就是说 他把12变成28 然后从 印度28宿的开始的 毛心 从头一直到脚 这样子下来 然后去配合印度医学 适不适合今天在这里开刀啦 或者干嘛 那印度的书里面 甚至有讲到一些 更进一步的隐身方法 好比说 如果他不知道 他的生日的话 你在他进到你房间的时候 他手先摸哪里 那他就是属于那天的人 这样子 那印度的三星医学呢 他对于中国 其实也是有影响的 虽然他在中医里面 并不是这么主流 同样的 因为中国是属于 28宿的这样子的系统 比较流行 所以呢 我们发现了一个 跟印度这种 三星医学很类似的 这个针灸的 这个规则 也就是根据 那一天轮到的是什么宿 我们就适合或不适合 在那个宿所当值的 这个穴位 来针灸 这个地方 因为我只有看到他的 他的简单的一个图 不过根据我在其他方面的研究 通常有这种 星星或者是时辰 跟位置的这个对照的时候 他绝大多数是不适合 通常就说好像这个神 今天是在这里 所以你不要去冒犯他 可是无论如何 我们也找到了 跟印度一致的 就是以28寿为主的身体 跟星象对应的这种形式 好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所讲的主要的都是 小数人的 特别是像宗教的经营阶层的 这个传播 那在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要谈的是 庶民的这个占星树 它是怎么样流传到中国的 我们现在在 中国的书目资料里面 看到最早的 就是在 新唐书的一文字 有讲到 在唐 这个叫什么 珍元 珍元是唐 德宗吧 他那时候 有一个术士叫 李弥前 他这边说是传自西天族 然后呢 大家到了长安以后 就是用星星来帮 王公贵 贵族算命 他的顾客非常多 有这样的记录留下来 那他所传过来的书呢 叫做 都立玉丝经 此外呢 还有一本书叫做 玉丝四门经 根据 日本学者的 推测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找到 非常具体的证据的 他认为这个都立玉丝经 其实就是 托勒密四书的 那个 拉丁文名称的一个翻译 然后这四门呢 是代表 就像刚才 明义天文书所说的 那个书是分成 总共四部 原来托勒密的书也是一样 所以 现在的历史学家 一般是把 唐朝的中叶 当做是 庶民的算命 占星术 传入的一个 一个代表的时期 这样子 那有人传进来 那中国人到底 接不接受呢 其实 接受的人好像还蛮多的 而且有不乏 赫赫有名的人物 好比说 韩玉 他就讲说 他的生成的时候呢 刚好他月亮是在 抖 这样子 然后又讲到 二十八秀的名称 另外 杜牧跟苏世 也提到了 摩羯啦 吉二公 这样子的名词 以至于这个 明朝初年的宋连 他就讲到说 在他的那个时代 这些有学问的人 没有人不喜欢来谈 这些算命的事情 那以上这几个呢 是比在一般的书籍 或论文 比较常提到的 我自己 研究 清朝中叶的一些 考证学家 我在其中有一个叫做 许连的人 他的这个 私人书信 这个书信现在好像卖 好几万人民币 这样子 他就是跟他的弟弟写信 就说因为我的命就是 就是摩羯 所以我就是 又忙又讨人厌 所以也就是到 清朝中叶之后呢 这一类的东西 都还是在民间流传 只是因为 留下的机会很少 所以 我们一般来知道 知道不太多 可是事实上 他是一直在 在民间 在流传的 那 回到我们 今天的这个主题 也就是翻译与调试的问题 我们发现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民间 忠诚的去翻译 外国的占星术的内容 民间真的是 不容易接受的 的确是 市场上会有问题的 而且西方的这些 所提供的这个 问题的解答 常常不是 中国人的顾客 想知道的问题 好比说 中国人非常关心 我考得上 考不上进士 可是 伊斯兰的 他怎么会告诉你 他考不上进士 他们根本没有进士 这套东西 有人谁可以回答 你考得上 考不上进士呢 所以呢 如何把中国 原来有的一些 解答问题的 提库吧 跟西洋 印度 伊斯兰所带过来的 一些新的技术 如何做结合 就变成很重要 一件事情 这样结合 我们看到最早的 可能是在 晚唐就已经出现 这边是一个 现存在德国的 土乳藩出土的 一个命盘 他就是已经把 大号 小号 这些 如果各位对于 数数文化感兴趣的话 对他们是很熟悉的 他们就已经跟 跟黄道十二宫 已经通通的 摆在一个盘子上面了 那回到我们刚才 所介绍过的 这个正式新盘 刚刚所讲的 大号小号这些东西 到后面 也通通一印具足 因为中国的顾客 他们想要知道 这些答案 那从唐朝 一直到 正熙城的时代 这段时间 五星术到底发展 是什么样子 我们资料留下来不多 可是有一些 很有趣的一些故事 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 好比说 在算命界里面 一直流传有一个 姓耶律的人 他很会算命 那就所谓耶律真经 耶律秘诀 还有这边的一本书 它是收在 四库全书里面 才我们可以看到全貌 它叫新命总瓜 它就讲到说 在大辽统合二年 也就是差不多是 北宋 宋真宗签 那个残缘之盟 之前没有 前后没有多久的时候 契丹去跟高丽打交道 然后听说高丽的国师 很懂了这一套 所以他就是跟 这个Korean学的这一套 而写成了这本书 然后在中国 后来变得相当的有名 那这个事情的故事 真假难辨 可是呢 这也从侧面的说明了 当时觉得 当在东亚世界 所流行的这套占星术 它跟佛教 它跟僧侣 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 这样子 那如果讲实际的命盘的话 一个完整的命盘的话 事实上 当然早期的也不少 我的意思是说 像是那个 凯撒在哪一天被暗杀 还有尼路这个人 为什么会去烧罗马城 有关于非常早的 这种西洋人的命盘 他其实一直有记录 可只是记录而已 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 一个真正的盘 我们现在所看到 最早留下的盘 是还是留在日本 这样子 这是1112年的时候 也就是 相当于宋朝的时候 这是平安时代的一个贵族男子 他所留下来的一个命盘 那在这个命盘 我们可以看到 他很干净 他所有东西 有 日月火水木金土 他有十二星座 他有 二十八秀 可是呢 他没有中国人所喜觉得 一定要加进来的那些 天马 天马 还有这个 大号小号 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全世界最早的西洋式的 的命盘 这样子 那在 西洋或印度的占星术 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呢 难免还是有些书留下来 而且 有少数我们是可以去 identify 我们就可以去确认 他真实的年代跟时空的 其中最清楚的一个人呢 叫做郑熙成 郑熙成他是一个浙江人 然后听说 他很会算命等等 其实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呢 郑熙成他之所以重要 是在于他留下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是 他留下一个指标性的言论 他所谓指标性言论 就是指说 虽然这一套东西 他原来是来自外国的 可是 回到最初的这个 薛凤作跟 跟孙思表他们的这种困境 郑熙成他有一个信念 这些来自西洋的东西 全天上的东西都一样 都是可以被我们中华的 阴阳五行所 解码的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 西洋的 来自西洋的这些 星宿啦 等等 他通通赋予一个 五行的一个 一个属性 然后再用中国的逻辑 去加以推演跟解释 所以在他所留下的书里面 他就特别强调说 甚至于他在讲说 在西洋所传进来的 占星树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跟 皇帝所留下来的 上古的皇帝 八十一南京的意识相同 然后呢可以跟 金木水火木金土 这些东西 跟武藏的配武的理论 完整的结合 这是一个 在中国历史上 比特特别强调 可以用单一的理论 来处理不同文化 差异基础的 一种信念 那这西洋 他之所以会受到 现代科学史家的重视 其实并不是 他所宣称的那些信念 而是他所留下了 四十个case 这四十个case 其实在历史上 是非常惊人的众多的 而且更为惊人的是 这四十个case 可以根据他所表现出来的 那个盘 去回推于他所处于 那个年代 然后根据何炳玉院士 他跟我说 正希成他所留下的 这些命盘的这个 这个时代呢 年代跟历史上 记录他所活动的时间 差不多 都是原末到明初的 这个时间 也就是明义天文书 翻译之前 十几二十年之前 这样的时间 那他的书呢 是被古今图书 集成所留下来 他的完整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 就是先有一个盘 然后后面的就是 对于这个盘的解读 他里面所解读的元素 是包含中国跟西洋的 一个重合性的 理论 也就是跟刚才 我们所说的 他的认为用 中国式的这个理论呢 是足以驾驭 这些西洋的元素 来做一个 统合性的说明 为什么 好 那我们 接下来就 就回到 越来越 回到 薛凤座的时代了 薛凤座 他虽然做了 这样子一件事情 可是呢 他的翻译 其实并不被他的 清朝的后辈所接纳 在道光年间呢 就有一个藏书家 叫做 钱 西作 他就有特别讲到说 他找到天部这本书 可是呢 他发现 在他身边的学术界 没有人提到他 那 关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 现在学界 是有一些讨论的 其中之一就是 其实薛凤座 他虽然是从 慕尼阁那个地方 他学到一些数学 可是里面 其实也有不少的错误 所以跟后来 康熙 所颁定的 正式的立法 他本身之间 就是有冲突的 这当然会影响 他的市场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时耶稣会传教士 传到中国的 这个西方的天文学 主要是一个 地古式的天文学 这个我知道 很专门 不过你们不用管 而天部真元 他所带到 这个 介绍到中文的世界呢 是跟 当时跟地古式 天文学竞争的 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哥白尼的天文学 而哥白尼是 慕尼格的同乡 所以说 这些因素都造成了 天部真元这本书 他的实用性 在中国是受到局限的 所以清代的摘星师 到后来呢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 去信仰 或者是追随 薛凤作他所翻译的 天部真元 可是呢 我们还是留下一些证据 特别是嘉庆年间的 一个 在江南的地方的 一个算命师 叫做尼文贵的 他有留下一个 一系列的 相信西洋算命法的 这些著作 其中最有代表性 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有一个 一本书叫做 西洋命盘图说 事实上不管是 薛凤作也好 或者是 以尼文贵为代表的 中国的 三明师也好 他们对于西洋的 耶稣会传教士 所带来的这套 新的摘星术呢 他们最感兴趣的 并不是 他所介绍的那种 推算 命运的那些 那些规则 他们觉得里面 最宝贵 最值得珍惜的 是里面的数学 就相对于中国来说 他们觉得 那个数学才准 然后他们觉得 最大开眼界的 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他 有所谓的 经纬度 还有地球弧度 这些事情 也就是说 他们西洋传教士 把地球的形象 给带进来 他就很形象式的 告诉中国人 事实上你看地球这么大 怎么可能每个地方 他在受到 星星影响的时候 他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呢 一定是在不同的 经纬度 他所受到 星星的影响 是会有所差别的嘛 所以 他们觉得说 他们找到了一个 可以解释 为什么算命 有的时候不准 的一个理由 因为我们用了一个 单一的一套标准 去适用在所有的地方 这怎么可能 会准呢 所以 林荣桂这本书 他最准的一个 也不能说是创建 可是他所做的一个贡献 就是 他很具体的把 当时中国十八省 每个省 所在的那个 经纬度 他找出了一个 基本的一个盘 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不同省份的人 你就根据这个盘来算吧 这样的话 你才会准的 那如果是按照 他们这个 林荣桂的这种算法 也就用西洋式的 立法为基础来算命的话呢 他的精度 比起原来 只靠一种的话 他可以高出五百多倍 所以你也可以想见 这个当时的中国人 为什么对于这种 新式的占星术 有这样子的 就是对于 对于他的这种精密程度 感到趋之若鹜 那虽然 你以林荣桂为代表的 这个西洋式的 占星术呢 他们 基本上完全接受了 来自西洋的新的数学 可是他们对于 这个数学算出来以后 如何来推算 中国人的命运 这一点他们是有所坚持的 他们觉得 中国自古以来 所留下来的东西 都是古圣先贤 经过反复验证 所留下来的智慧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配合我们需要 来解答我们的问题 所以在 林荣桂的书里面 他就提出了一个 他觉得一个代表性的观点 就是说 中国有自己的偏重 西洋有他的偏重 西洋他是不知道甘之的 可是我们各自了解 真理的一部分 所以彼此是不可以偏废的 那以这个地方为例子 他就是选出了一本书 他就讲说 有这本书有讲到一个东西 叫文心 那这文心呢 他是组文章的 也就是说 只有中国所 所重视过的这文心 他才能够回答 我们所需要的 有关于科举 这些方面的需求 所以呢 在新式的 清朝所先发展出来 占星学应该要做的事情 不是用西风去推倒东风 而是各取所长 然后去建立一个 新式的占星树 好 那最后一点时间 我就稍微带到一点 现在我们流行的 这种占星树 现在在台湾最流行的 跟占星有关系的东西 除了西洋的占星树之外呢 应该是所谓的紫围斗树 那有关于紫围斗树 是有很多不同的传说 有一个传说 最流行的传说就是 它是在 五代末年到 赵匡胤那个时代 一个道士叫陈团 陈熙怡先生所传的 这种说法呢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 任何文献上的证据 那现在所传的紫围斗树呢 最主要的两种课本 它的时间都不早 我知道有一个就是在 清朝的同志年间的课本 这我们可以称得上文献证据的 它其实都非常晚 文献的证据的晚 并不足以推翻 它早期是没有的 可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在我们确实知道 有一个叫紫围斗树的东西 它是在比较早的时间 它在明朝中叶的时候 它是由龙虎山的张天师 他所主编的正统道账 他曾经编过一本书 叫做紫围斗 不能说是他编的 就是他把这本书给收进了道账 它是有紫围斗树的 可是这个紫围斗树 跟我们今天所流行的紫围斗树 基本上没有很明显的关系 而这个正统道账里面的紫围斗树 它也是大 同样是东西方混杂 它也有狮子 狮子牡羊等等的元素 可是中国的像是灌索 就是会不会被抓去关 这类的 也混杂在里面 也就是说在正统道账 明朝中叶的紫围斗树 它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西洋占星树 或者是五星占星树 或者是现在流行的紫围斗树 它都没有很明显的关系 这也说明了 其实在中国历代流行的各种数损里面 除了有被正统的书籍收进去 有迹可循的以外 其实真的是有相当多民间不同的留败 在这个地方存在着 我记得清华大学的王秋贵先生 他曾经做过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就是他到中国各地去访问那些老道士 然后他发现老道士可以背出的东西 比老道士手上所拥有的书籍多很多 也就是说有非常多的知识 它是一直留在人的脑子里面 是靠口耳相传这样子传进去的 所以当我看到这点的时候 在跟王秋贵教授所说 跟我说的事情验证 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够靠文献来研究 的确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可是呢也真的是 作为一个学者 我们在这点是比较无能为力的 然后最后讲到 现在的这个流行的紫围斗树 跟我们刚刚所讲的那几套 只是呢 他们根据这个何秉玉院士 他的研究 他是认为说 现在流行的紫围斗树 特别是在夫妻宫 几二宫这些东西呢 它很显然是来自西洋占星树的 所以呢 它比较倾向于 它是受到西洋占星树的影响 可是我到目前 所做的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 一个观察是 虽然它用了一些 西洋占星树的一些元素 它也同时转化了一些 五星占星树的元素 可是它很大的程度 可能是像我刚刚所说的 王秋贵先生他所讲的 原来是存在很多人的脑袋之中 然后到晚近的时候才被写下来 所以我更倾向于 如果相对于文献证据 我相信 在中国的历史的长流里面 有不少人 他们不是一定要 跟外国人学 他才会有新东西 中国永远有一个能力就是 跟新的想法 跟新的理论结合之后呢 它可以创造新的理论 那这点我虽然没有办法证实 可是我个人相信 现在我们所流行的指挥斗数 其实很有可能是 中国人用西洋的 印度的这个宇宙观 跟中国人自己的想法 重新结合所创造出来的 一种新的创造物 那我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够有更多的证据 来支持我现在的想法 这样子 好那我现在时间也刚好是四点了 所以呢我就讲最后几句话 今天其实 题目是翻译与调试 那我想虽然今天讲了结结巴巴 可是我想各位也可以充分的认识到 我们今天所可以接受一套 一套原来是陌生的知识体系 其实是要很多条件所造成的 要很多条件满足的 当我们从完全不认识到 他的状态到 对于他觉得是习以为常 好像是他存在这个地方 是理所当然的 中间是要有很多努力的过程 那从立法的翻译 或者是社会条件的翻译 今天所讲的几个例子呢 其实都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正在讲说 因为从前是给三七四七 现在只能取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解释古法的时候呢 都是要根据现代的时间来做调试 那占星术随在不同时代要做调试 其实这个是有点老生常谈 根本不需要靠这个演讲 大家才会知道 不过今天所做的事情呢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不管是医书或者是算命 我们常常有一个 很容易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就是我们相信古法 那今天跟各位所讲的 其实就是介绍给各位一个观念 古法当初是怎么建构出来的 其实古法是经过很多跌跌撞撞 然后很多要配合各种现实条件 所做的妥协的结果 那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新的 就在在元朝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思想 就是说他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古法到底可不可以治经病 那今天虽然我并不是一个 从算命理论来做了一个演讲 而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做了演讲 可是我也希望借着今天的演讲呢 可以让各位对于数数本身 有兴趣的人 在思考一个古法 他在今天的适用性的时候呢 去回溯他的 这古法当初是怎么来的 还有怎么形成的 他是有他的历史条件 在背后作为支撑的 那希望今天的演讲呢 对于有这样子需要的人 可以提供一些有趣的讯息 那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张教授很精彩的演讲 透过非常丰富的内容呢 带我们了解在不同的时期 西洋参新树呢 如何的传入中国又如何的汉化 透过很多的翻译作品 还有很多这方面的名家 他们的作品来做对照 跟大家做很详细的解释跟说明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15分钟的QA的时间 听了刚刚张教授非常精辟的内容 或许您还有一些疑惑 或许您有一些您自己的见解 也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提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开放您的提问 首先要先感谢就是老师的分享 那刚才听了这么多的内容 好像基本上提的都是 就是外国如何传入中国 就是对中国的影响 那我想要问的问题是 在这方面的领域之中 有没有中国明显去影响到外国的例子 谢谢 好谢谢您的提问 张老师请 谢谢您的提问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有时候回答这个问题 要牵涉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就是所谓中国的范围是什么 那当然我们现在对于28秀这个部分 是印度影响中国 还是中国影响印度 甚至于是巴比伦影响了印度跟中国 这个到目前是没有定论的 可是是有一部分的学者认为 28秀跟他部分的相关的思想跟讯息 是由中国起源而影响其他地方的 这个地方有没有定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中国影响其他国家 当然是有的 明显的就是日本韩国跟安南 我想那不是你想要问的问题 对不对 你可能更想知道说 有没有很明确的是中国影响印度 中国影响伊斯兰 或者是中国影响欧洲的 这个部分在占星术的部分 在占星学的方面呢 是不如医学明显的 医学我们比较容易说有哪些有影响 可是占星术的部分 我们到目前没有找到很确切的东西 可是 可是 如果 我这样讲话 我可能以后进不了大陆 如果我们把西藏当作外国的话 如果我们把土翻 土拨 那个是在唐朝的时候 他是外国吧 土拨那个时代的 这些点集 他是受到中国浓厚的影响 他同时受到中国跟印度的浓厚的影响 也就是说是道教的那种五行的 五色 等这些概念 他是会出现在这种 我不要说 不只土拨 还有包含一些中亚 包含是像是苏勒 这些地方 因为当时这些路线是相当通畅的 还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个什么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地图好像是 河西走廊 他就是一个天然组合 他跟北边的南边都是隔开的 可是事实上 西藏跟蒙古之间的交通是非常畅通的 我们在看到蒙古的活佛 几乎每个人都有到西藏去留学的经验 就像是德国到意大利去留学 那个样子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 我们今天不要讲国好了 我们讲文化圈好了 我们是可以找到相当多中国去影响西藏 中国去影响蒙古 乃至于满洲 满洲本来没有什么概念 自从学了满文之后 我就发现说 满洲里面有很多的 这个有关于数数方面的想法 它跟中文 跟汉语基本上是结合得很密的 而我没有什么理由去相信它原来是满洲去影响中国 这样子 可是如果说我们讲文化圈的话 我就可以可以说 中国的确对于 对相对来说比较近的周边 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影响 这种证据是可以算是确切存在的 好 谢谢 这边这位先生 老师好 我是亚东技术学院助理教授潘鹏年 想请问您几个问题 您这里提到紫围斗树的来源 那我们都知道紫围斗树的那个说成团 作为紫围斗树全书的作者 应该是有问题的 那您说紫围斗树可能受到占星树的影响 在这里我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因为紫围斗树上有两组星星 一组顺时振转 一组逆时振转 这个很明显的跟我们现在的天文学 是完全是很难搭搭的东西 倒是中国有另外一套 以五星加日月 然后配合这五星日月 在天体的位置来算命的方法 叫做七正四语 不知道老师您有没有听过 那您是不是可以讲 是不是可以谈一下说 我们的西方的占星树跟中国占星树 它基本上看 其实他们观察的都是天上的星星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差异 可是也会有一些共同点 那彼此就像在讨论的过程中 或者是老师您说的在斗争的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 不一样的繁衍与分化 那可不可以请老师说明一下 一些问题吗 我觉得谢谢 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 不过你也可以发现 我其实说的是 比较紧 我的用语是比较谨慎的 我并不是说紫围斗树是 西方所传来的占星树所延伸出来的东西 我只是说它受它的影响 相对于何秉玉院士 它是认为紫围斗树是 西方自制演到世界性的分支 我比较保留 我认为它是受到影响 我认为比较明确的影响 就是像狮子 这个是黄道十二宫 然后还有一些 是跟你刚刚所说的七正四语 它有一些共同的元素 有的时候呢 因为我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A跟B之间是不是有关联 或有没有影响 不可以只靠它的名称 要看的是说 这个星星它在这一个 在这本书里面被讨论的时候呢 它怎么样被说它的性质 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如果去看它的形象 我这个形象并不是只有长得怎么样 而是说它这个运作的规则 靠边哪个星它 它是跟着 跟着锚 然后加几 像这样的一个规则 如果说它的性质接近 它的运行的法则接近 它的名称有相关 我们就会认为说 它跟另外一个不同书籍 不同体系的名称 有点差别的 是可能有相关的 所以说到后面 我是不敢谈论的太深 因为这跟我的本行 是有点距离的 可是我的基本的态度 是这个样子 我会这种态度 跟我一开始讲到 中国的28秀 跟印度的28秀 我们不可以只用名称 来讲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这个立场是一致的 那回到你刚刚所说的 那个七正四余这套知识 这套知识 其实就是薛凤作 口中所讲的五星 那因为我到后来考虑的结果 我如果讲得太细的话 非常不适合 就是说把 我今天已经讲得 有点过分复杂了 特别是印度的部分 可是因为印度的部分 我觉得搞清楚比较成就感 所以我讲给大家听 因为七正四余 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会说 那个是印度占星树 而不说它是西洋占星树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那个四余的部分 因为七正就是 中国印度 伊斯兰 欧洲都有的 它们都很重要 可四余 特别是像罗侯 祭都这个东西 那个是印度出来的概念 对不对 还有紫薄 这些东西 那个是从印度出来 它不是从欧洲 欧洲没有这个东西的 如果我要详细讲的话 我这些东西都应该解释 可是再解释下去的话 我这个会乱掉 所以我今天没有讲 可是我讲的 我同意你所说的 它是跟七正四余有关系 可是在这地方我不强调这一点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西洋占星树 跟秀药金的占星树 以及七正四余 它们都有一个基础 就是它们真的要看天象的 它们真的要看天象的 可是紫薄术树跟八字 它是你不需要看天象 也就是说 它有点像 比较有点像 理想的概念的这种东西 所以这两套 就这个观点来看 它们是不同的体系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有一点既然你讲到 我也顺便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 没有受到影响的 像是八字 或者是你刚刚所讲的 自为斗数 它其实都深深的受到了 西洋传教士的影响 只是表面上看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西洋传教士 对于清朝的立法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这个 改革 就是它重新定义了中气 中气就是跟定节气 有关系的东西 当你定节气的规则 是洋人帮你定的时候 你原来的规则 你要怎么玩 已经变掉了 那今天因为跟新 比较没有关系 所以今天我就略过不讲 不过呢 顺便帮我的同事做个广告 这个部分 九月的朱伯毅教授 他是专家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那个时候在哪 这地方听他对这方面的高论 谢谢刚刚这位老师提出他的看法 那也再谢谢张老师的说明 刚刚后面有一位读者 请 请 有问题 小请 刚刚老师有提到那个 就是那个清朝 那个 选者是 尼亦隆贵 他认为要用中国 18省的那个经纬度 因为那个讲一下没有 那尼亦隆贵 他的这个权名 请老师说 是怎么写吧 他是清朝 写怎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刚刚讲到那个 就是中国传统的曆法 那那个 那个像占星室指挥 他是那个好像是 他们是所谓是太阴曆 就月亮 来那个 吨曆 那那个八字 他是一般所了解 他是太阳曆 那这样的话 到底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太阳曆由来 老师认为是中国固有传统的 有没有受到西方影响 那个太阳曆他也有讲节气的话 那这个节气是从这个 清早才开始有了嘛 那古代有没有这个 所谓节根气 因为这个是八字的一个很重要 那就是他的 那这方面我想 向前面提到老师 这两个问题 谢谢 一个问题我应该要多说一点 就是有关于尼云贵 他的名字 不过我真的现在 记性比较差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他有两个 两个名字 我这样讲重重点说 你可以用两个名字找到他 泥荣贵应该是他的本名 荣是光荣的荣 泥是泥敏然的泥 这样清楚吧 荣是光荣的荣 贵是贵花的贵 这应该是他的本名 然后呢 他有另外一个别名 叫做月培 月亮的月 培养的培 他在书中常常用月培是怎么样 月培是怎么样 这不是跟屈臣是没有关系 可是这应该就是他自己 给自己取的雅号 那我相信有些书是用 荣贵有些是用月培来 我相信你只要找其中一个 一定会找到 他的系列性的著作 他的 一个在台湾比较容易找到一个 比较全的本子 主要叫中西星药 里面包含了 我刚刚所引用的 以及我没有来得及引用的一些小书 这样子 这是一个 他是嘉庆年间的人 那顺便讲一下 他虽然 没有机会自己碰到 耶稣会传教士 可是事实上 他的学术的渊源 也是不可小觑的 他有讲到说 他的老师是谁 他的老师手上有一个西洋的仪器 然后这西洋仪器 又是跟谁拿的 又是跟谁拿的 最后推到他三代的祖师的时候 他是当时清朝初年 康熙照见过的梅文鼎 跟梅文鼎是好朋友 所以他的这一套数学 有他的另外的学术渊源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你就讲到太阳力 跟太阴力的问题 你讲的没有错 这个 真心术他主要是靠月亮 月亮是他最重要的一个 计算时间的基础 然后另外一方面 如果讲甘之的话 他主要是太阳力 那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我们今天在演讲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皇帝时候的大臣 大脑做甲子 所以用这个甘之纪念 我们其实可以往前推到 非常久远的一个年代 那太阳力的讲究的就是 一年过365天之后 这个好比说 冬至的这个时候 就是太阳白天最短 夜晚最长 这点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同时讲究 太阳的埃及 拜太阳神的埃及 也是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去 思考他的立法 虽然做出来的东西 有点不一样 而中国的传统 虽然是太阳力 它的历史很久远 而且我们可以 文献上可以追得很早 可是其实很早就是 我们真正的农历不是阳力 我们真正的农历 并不是节气的阳历 也不是只有所谓的阴历 我们真正的农历 我特别要说 农历跟阴历 是农历是阴阳合历的 中国讲究的是阴阳合历 不是只有节气的阳历 或者是所谓阴历 这个这点其实是 我想很多人已经知道了 可是还是有机会 就是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普及一下 我会露掉你任何问题 节气很早 节气很早 非常早 然后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清朝的一个很重大的改革 就是他们重新思考 怎么样去定节气 怎么样去定节气的中气 因为像春分秋分 冬至夏至 这东西是最容易定的 甚至于我刚刚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没讲 就是印度或者是希腊历的 黄道十二宫 他也是阳历 黄道十二宫他就是阳历 对不对 为什么就是黄道十二宫呢 为什么西洋是以牡羊座 或者是刚刚印度是用卯座开始呢 某那个星他所值的就是春分那一天 也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牡羊座开头的 那个就是希腊的一年的开头 所以为什么西洋占星树是牡羊座第一个 因为那个是春分 然后那个就是希腊跟印度共同立法一年的开头 我们今天的一月二月 那是因为罗马人把他给 用罗马人自己的因素 把元月的月份给改了 可是他背后的规则是一样的 谢谢您的问题 也谢谢张老师的说明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吗 有没有在座还有没有 好后面这位女士 老师谢谢您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 我们中国以前是用上旬中旬下旬 一个月是分十天十天十天 然后我们后来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那在日本好像他们接受星期 他们就是用星球这样子排下来 好像很顺的七天接七天 可是我们的十天怎么变成七天 我没有很懂你的问题 你是说中国上旬是 我们就是上旬嘛 我们会跟上旬中旬下旬 那我们这个在十到七之间的转异的时候 怎么调试的 他们并没有什么调试的困難 它就同时两套并行 对 中国的旬上旬的旬跟 我相信 中国上旬的旬跟 跟很多民间的运作是有关系的 好比说我知道 在西南地方的这个田野调查 就会讲说 他们的这个集市是以旬当单位的 以十天来当单位的 那这个旬的第一天是在A 第二天是在B 第三天是在C 然后十天以后周而复始 这是一种旬的运作方式 旬的另外一种运作方式 是跟中国古代的官员 他要去休假是有关系的 这彼此都 他们是不同的系统没有错 可是他们彼此不会造成冲突 那日本是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说 第一个一方面是文献的关系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 其实就是当时的胜利者的历史 当时最重要的人 他们有能力留下记录的那些人 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生活 哪些东西比较重要 会被最容易记下来 那在日本呢 其实最早影响他们 我这样讲很不好 文明化 就是他们接受从大陆来的文明 然后让他们在经济等等 各高度的开发 当然朝鲜半岛跟大陆 是最重要的来源 当然是最重要的地理上的来源 可是这个人物上的重要来源 其实最重要的是佛教的僧侣 也就是说 在我们所熟悉的 那个大化革新之前 日本早就已经 接受了佛教吸引 而佛教的僧侣 手上是具有 读写算的能力 他有建筑 医药 还有知道天文 这些能力 所以他的早期的日本朝廷 就是一种高科技的族群 跟在地的族群 在斗争的一个结果 所以佛教在日本的历史社会 影响非常巨大 这个是我们今天 不管大陆或台湾 都很难想象的 所以我刚刚所讲的那套东西 当空海是一个佛教的僧侣 带进最新的科技文明到日本的时候 他就好像是现在 不要说现在 二次大战前后 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 跟爱因斯坦学 最新的相对论 到了一个中国的时候 他的东西跟原来东西 是接轨的 而他是更进步 他跟原来的主流是 同样一个系统 而他更优越 他就会成为 影响最大的一股力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空海所带去的 那个七天的那套东西 还有二七秀那套东西 会影响日本一千年 并不是说 其他东西就通通被排除掉了 而是在那个社会里面 最有力量的是 他主流是什么 他们当时所拥抱的是什么原理 我今天先回答你到这里 非常谢谢 今天张教授很精辟的 针对两千年来 西洋的占星术 他的翻译跟调试 也就是说在这个历程当中 在如何引进中国 以及他的汉化当中 透过很多的案例 做了精辟的演讲 那我们非常感谢张教授 我们是不是热烈掌声来谢谢他 今天的精辟的演讲 那也谢谢刚刚四位朋友的提问 透过您的提问呢 再透过张教授进一步的说明 让我们对于相关的主题 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 谢谢大家